白色教授才剛起步就撞到前方車輛 但他沒停下來 駕駛越開越偏也沒踩煞車 接著撞到對象正在等紅燈的公車 碰一聲嚇得目擊民眾趕快打110報案 原警後報到場男子看起來神情恍惚 還大聲咆哮 不但不配合還嗆警察 最後被壓制在地 環山酒氣源又是酒駕釀貨 車禍發生在二十七號凌晨六點多 台北市一名男子跟朋友相約 酒店狂歡 直到早上散場還想開車回家 結果連撞兩輛車 波及一輛停在路邊的轎車 再衝撞公車 警方實施酒測 酒測值高達1.4 現場是呈現泥醉的狀況 那就是這個口出不雅之詞 那所以同事就是壓制管束他 才將他帶回 路往的二十四歲許姓男子 之前有酒駕前科 這回又喝酒上路 事後變春怎麼撞都不記得了 沒把用路人安全放在眼裡 難道真的要等出人命才會學乖 TVN新聞黃建國黃靖芬台北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 請支持TVBS 請支持TVBS 感谢观看